手机市场这几年来也可以说是竞争相当的激烈 包括了中阶手机也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 甚至有的萤幕越做越大 像是在大陆的小米机就推出了第一支破万手机 主打5.7寸大萤幕和曲面的一个超薄机身 至于宏达电则是锁定了中阶的机种 主打5.5寸的大萤幕加上1300万画素 找来亮丽Model秀出自家新手机 宏达电这回瞄准中阶市场推出平价机19 5.5寸大萤幕加上1300万画素 16G的储存空间 搭载双卡双网4G行动上网 售价万元不到 它现在把中阶机的价位拉更亲民一点 因为毕竟说高阶机它的价位是比较高 可能比较容易撞墙顶天 像N9 Plus销售现在就好像没有19那么好 新手机8月要卖 但仔细想想宏达电几乎每隔一个月 就有一支新手机上市 从4月19 Plus到现在就有高达7款手机要卖 款式这么多难道不会搞混 HTC的产品定位来说 它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平行线 但是以消费者来选择来说 当然是我讲老实话真的会搞混 大萤幕手机纯趋势 同一时间推出的还有它 号称是无敌旗舰机 是小米创办以来最贵的一款手机Note 从对岸打到台湾 5.7寸大萤幕加上1300万画素 售价冲到将近13000 大家对于小米的规格都是万元以下 所以它这次定到了超过大概2000多块左右 其实因为现在所谓的中价位的手机 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它真的要打进这个市场 我觉得它这个杀出这个血路呢 就会有点辛苦 两岸手机占开打 加上韩国三星也推出Galaxy A8来比拼 同样主打5.7寸大萤幕1600万画素 手机价则是稍微偏高 谁能在这场鸡海大战中胜出 端看谁能掳获消费者的心 欢迎新闻刘俊南回京州台北苍望报道